暫時未公佈接人民選 三十多年前的作品《天國一方》 在商業電台的聖誕聯峰會再次唱起 有份填詞的余曾發表新的獨白 以成就是誰守可得就看你如何爭取 有時夢想藏在心底一九會化為標準 反而窮追不者才可以夢想直升 攤頭進步一生遲 一切努力披乏豈會是逃予 上台發表聲明說余曾會在1月1日 離任副主席和董事 上台說尊重余曾退任的決定感激她的貢獻 主席何其在離開商台的時候 未有回應記者提問 新聞及公共事務部總監陳淑薇說 尊重余曾的決定 其實我自己心裡是不捨得她 非常之不捨得她 但她知道了多久 其實一段時間她已經沒有日常處理我們的事務 當然她經常都會 公司很多事大家都會問她的意見 逐牌事件有沒有關係 逐牌事件當然沒有關係 余曾在1971年加入商台做DJ 其後升為商業議台創作總監和節目總監 80年代曾離開商台 88年重返出任總經理 第二年加入董事局 到97年出任行政總裁 04年出任公司副主席 04年7月余曾和節目《風波類的茶杯》主持 鄭經項提早解約 余曾曾表明如果受到威嚇而要封咪是沒有言論自由 向惡勢力低頭 即是會助長惡勢力的繼續蔓延 多謝你 去年節目主持李慧寧被商台解僱 曾經有人去到電台外聲援 李慧寧當時曾經說商台粗暴逼她離職 今年10月 商台公開兩段報稱屬於港大校委會會議的發言錄音 港大其後拿到臨時禁制令 雙方後來和解 商台承諾不再公開第一手拿到的涉案錄音 商業電台的12年牌照將會在明年8月戒滿 正是就逐牌視而和政府商討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導